8月23日,刘雨昕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为过去的言论道歉,刘雨昕称自己本意是想感谢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付出,并非是感谢灾难本身,她同时也承认自己表述不当,今后会更加谨言慎行。 随后,刘雨昕工作室和经纪公司联合发声,澄清网传不实谣言,并且称这些言论已经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,目前他们已经在取证中将会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对造谣者追责。 虽然刘雨昕道歉态度诚恳,但大部分网友依然不买账,之所以会引起争议,刘雨昕几个月前的采访言论被扒,她亲口表示,去年,其实我觉得也要感谢疫情,主持人听到这样的言论后发出了质疑声,但刘雨昕继续肯定道,对,然后大家都有在家里面看节目,随后她似乎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不当,继续感谢医护人员,节目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辛勤付出,刘雨昕公然说感谢疫情,显然是刺痛了大家的心,不少人怒至她损害了人民 希望刘雨昕今后能够谨言慎行,引以为戒